各位我们今天的法定出席人数十八位已过半数 我们开会 台东现议会第十八届第三次定期会 大会开始 全体肃立 主席就位 唱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主席副位 请坐下 主席致辞 县长 副县长 各位级主管 陈副理长 各位议会同仁 各位工作同仁 大家好 今天是第十八届第三次定期会的会议 105年全中印跟全大印在四月底五月初已经陆续完成了 那我们非常感谢县政府团队非常辛苦 在这几天之内呢 厂管 番秀啊 商家 饭店啊 我们都看到相当多的人群 那么也是我们这两次活动很大的附加价值 在这里要再次感谢辛苦的各位工作同仁 那么这次中等学校运动会 我们总共拿了20面金牌 26面银牌 18面铜牌 在22个参赛限制中排名第六 比台东线不到23万的人口有如此的佳击 我相信都是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辛苦努力的结果 在这里还要恭喜各位同学 将来能够白尺赶头更进一步 第三次的定期会除县长施政报告 跟各单位的工作报告之外呢 最重要就是各位议员的县政总质询 那我们的时间安排只有30天 也请各位议员把握这个时间 接下来我们已经把整个下半年的议事日程 都已经排定完成 等一下会请秘书长来报告 各位议员同仁 如果有任何排定的行程 跟我们的议事日程有所不同的地方 那请各位就立刻在会后 我们来做一个协调 让下半年各位的行政工作 能够更顺利 我们谢谢大家 谢谢 好我们下一个议程 现在我们新任的一级主管 我们谢谢县长及各位一级主管 我们继续我们的议程 谢谢 讨议议事日程 好今天议事日程 我们请秘书长来跟各位报告 议长 夫议长 各位议员 各位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么有关于我们第十八切 第三次定期会 我们预定的议事日程 简单的跟各位议员做一个报告 那么五月九号是昨天的我们是报道 那么今天的五月十号呢 我们是开议备会 那么就是开幕典礼主席报告 那么现在来讨论的议事日程 那么等一下还有一个会务报告呢 还有检讨 那么第五个呢是要抽签呢 来决定我们执行的一个顺序 那么第六个呢就是有三读案呢 第一读位 我们有一个执政条例 必须要三读案 那么五月十一号呢 就是明天呢就是县长的施政报告 那么还有县府呢 报告呢他们上次大会 那么整个一结案 他们的执行的情况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各单位呢 他的工作报告 五月十二到五月十三号 就是礼拜四跟礼拜五 那么他是建设处 国际发展及计划处 那么税务主计处 财政及经济的发展处 那么这几个相关的单位呢 他们的工作检讨 这个是在十二年跟十三号 就是这个礼拜的 礼拜四跟礼拜五 那么五月十四十五年是立假呢 我们当然要停会 那么五月十六年跟五月十七 是民政处 原住民主行政处 消防局 环保局 行政处 他们的工作报告 这个是十六十七 那么十八跟十九呢 就是下个礼拜三跟礼拜四啊 是地震处 观光旅游处 农业处 文化处 人事处 政风处 他们的工作检讨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五月二十 就下个礼拜五 那么一直到五月二十三 是卫生局 教育处 社会处 那么警察局 他们的单位呢 工作检讨 五月二十一跟五月二十二呢 星期六跟星期日呢 那么也是一样 立假呢 停会 那么整个呢 各单位的工作检讨呢 就到五月二十三号 那么从五月二十四号 一直到六月二号 就是我们的县政总执行 也就是对县长 那么县政的总执行 这个是五月二十四到六月二号 中间呢 五月二十八跟五月二十九呢 也是立假呢 停会 那么下午呢 我们当然也是要分出审查 去收集资料 那么六月三号 一直到六月六号呢 那么刚才我们议长特别提到 我们审查的一样呢 其实就四天的时间 那么就是 在六月三号呢 一直到六月六号 审查一样 六月五号呢 立假停会 那么这一天呢 是六月七号 六月七号呢 我们仍然还可以审查一样 但是也包括呢 幸福的提案 我们议员的提案 还有人民的陈情案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临时动议 那么最后呢 就是闭会 六月七号呢 以上呢 简单的跟各位报告 谢谢各位 我们请陈副议长发言 好 谢谢议长 我们 我在这里要修改 我们的议事日程 就是我们 有一个专案小组报告 我想说 资料还没有准备 完全齐钱 把它改在六月三号 审查议案 那一天来报告 对 池上自行车的 池上自行车的 那么各位议员同仁 陈副议长 希望说把 今天的专案小组报告 为求更完整 我们移到六月三号 变客议程 需要两位议员的副议 大家同意吗 好 谢谢 谢谢各位议员 那 大家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把它移到 六月三号 好不好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 好 我们请议事组呢 把它 登录起来 在六月三号 审查议案 当天的第一个议程 就是 专案小组报告 谢谢 接下来下一个议程 我们请洪宗凯 洪员发言 谢谢议长 那个 因为专案小组 另外还有一个 针对上一次废弃物的 那个专案小组 所以我想就一同并 那一天的 一起报告 这样 好不好 好 洪员也有一个 好像专业废弃物的 对 事业废弃物的 对对对对 营建废弃物的 专案小组报告 那各位议员同仁 我们洪议员的 也需要几位议员的 复义 大家能不能 同意 好好 谢谢各位议员 那我们是不是也把 洪议员的 什么废弃物 四月废弃物 四月废弃物的 专案小组报告 一并在六月三号早上 一起做专案小组报告 谢谢各位议员同仁 好 接下来下个议程 会晤报告及检讨 好 请秘书长 议长 会长 各位议员 那么有关于我们 本次的会晤报告 刚才我们议长 有特别提到 就是我们1050度 下半年的议定 议事日常 我想简单的 来跟各位报告 我想也方便 我们议员 那么你们做 你们行程的一个安排 8月4号 就是农历的7月2号 我们是寻找惯例 我们是星期四 中原普渡 我想我们也请我们议员 大家都来参议 那么8月29到9月2号 那么这个是第九次的临时会 也就是我们本年度的 第三次的临时会 那么我们的重点 那么县补他们有提到 也跟我们议长提到 就是要审查 追加减医生 所以这个是在8月29到9月2号 那么9月6号到9月8号 就星期二到星期四 那么我们是安排 一年一度的国内的经济考察 那么经济考察 我们9月1月 跟我们议长有反应 我想我们这次就特别的安排 一个是台南市议会 那么顺便就进了 有一个奇美博物馆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嘉义 市议会 那么我们也可以就进了 因为嘉义它现在有一个故宫南院 那么指得我们一眼去看看他们的建筑 或者内部的整个故宫的文物的展览 所以我想说我们这一次的经济 国内的经济考察 是集中在台南跟嘉义 就是中部地方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文化之力 到时候也请各位 我们一眼的大家能够 踊跃的参与 这个是9月6号到9月8号 因为以往我们都是9月在办理 7月8月 很可能就是因为 旅游都忘记 因为暑假期间旅游都忘记 所以我们都是在9月办理 那么9月26年到9月30 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们第十次的这个临时会 那么第十次临时会 最主要就是我们审计室的 审计的决算的一个报告 我想这一点也是一个惯例 那么另外当然也可以审查 我们一眼的提案 或者幸福的提案 那么11月1号到11月30 这个是我们下半年 下半年的第四次定时期会 就11月1号到11月30 整个月的时间 那么因为下半年的定期会 那么我们还要审查 我们明年度 幸福的这个总预算 所以我们还是 有个惯例 我们会延会五天 如果审不完 一般正常的应该都会审不完 所以就10月1号到10月5号 所以我们就是定期会 有延长五天 那么再过来最后呢 我们一年有六次的临时会 我们安排了后面两次的临时会 那么接着10月6号 到10月15号 那么这个呢 很可能也是审查 这个我们县武的总预算 那么还有我们议员的提案 还有县武的提案 以上呢 是我们下半年度 这个整个行程的 这个安排 等一下也请各位提出你的高见 另外第二个呢 我要跟各位报告的 就是我们在这一次 内政部有一个调查 就是地方立法机关呢 我们俄后政府议长的选举 到底是要采吴继敏 或者是有继敏的投票 那么我们议长呢 也采公开的方式呢 我们请议事主呢 一个一个打电话 结果我们调查的结果呢 那么我们超过半数的同仁 有23位同仁 都是维持吴继敏的投票 所以我们本会啊 就以吴继敏的投票呢 那么当作我们本会呢 对这个到底要去采继敏 或者吴继敏投票 我们的意见呢 就是采维持吴继敏的投票 我想这个是内政部呢 会综合各县市议会 那么还有立法委员呢 他们的一个看法 因为这个是属于地方制度法 这个是一个法律的范畴 有立法院呢 他们来决定 我们只能够表示我们的一个看法 以上呢 简单了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谢谢各位 各位我们的一世日程 在您的桌上都有 在您桌上都有 所以各位现在有没有立刻有意见 需要把时间做更改 好我们请陈副议长发言 好谢谢议长 中关各县市 我大概了解 我们议员都有排这个经济考察 好我建议我们议长 看能不能我们议会的员工也很辛苦 看能不能办个员工自强活动 让我们议会的员工可以 我们可以在今年的11月 我们自己编个议算下去 明年来办 齐齐一下我们议会的员工 感谢议长 谢谢 谢谢 谢谢副议长 对于给我们议会员工的请求 我们就请议事组是不是考虑一下 好我们来研议 我们请黎参天另一个发言 谢谢 谢谢大家的主席 两点报告 这个员工理由 早在很久以前的会期 我就提出要求 希望议长能够有满怀的胸襟 那我们今天在大会 不能再以言议这两个字 来做一种借口跟理由 是不是请我们的大家长 就直接定夺 在每年的议会员工 就有管理他们的工作之余 给他们有充分足够的休息 包括知识上的领域 能够增强到外县市的各县市议会 在这里就即刻可以宣布 我倒共啊 说完了吗 我请大会主席 说完了吗 你说好吗 我来办理消息了 请坐下 我还没时间还没到 第二点 好 那没有答案吗 第二点 就刚才我们民主长讲 就有关理台中协议会 未来政会长的选举 才无记名投票 我是没有接到电话 是不是要无记名投票 或是要记名 我希望大会用民主的方式开放 你要亮票也没关系 你要藏起来也没关系 这是个人的主意 你不能用你个人的看法 来补夺别人的看法 民主殿堂 就是公开 透明 无私 我不知道 秘书长对我 上开所言 是否也赞同 秘书长 你 你 你 发表一下好 我是 我是希望公开 虽然 这里面有限制 他还没讲完呢 你要不等他讲完再一起 好不好 对啊 我要秘书长 回答 你不是直屈 他给我们的信息 是说要 吴静明啊 我就没见吴静明 现在都能透露啊 我如果要公开亮票可以吗 也不用违法 秘书长 叫我们答案啊 你讲完了没 你坐下 以后秘书长 你可以再来 那秘书长要给他回答 这个业务会有关系 他很副国的人 可以啊 对啊 讲完了没吗 这是议演的时间啊 不要在这里 上面就一直在问 讲完了没有 没有礼貌 既然一个人 可以发演五分钟 你就在上面 你说你讲完了没有 你算什么 没礼貌 议演的时间在讲 你如果不高兴 你就可以动警察 前面都没有关系 这是一眼的时间 台东人眼睁睁在看 是否请秘书长 对三开 有关未来台东县 议长 副委长的选举 自由选择 不是你们讲算的 可以吗 还是要进行讨论 我没有接到电话 请 请秘书长就针对 秘书长就这样了 他们请秘书长回答 你的问题 谢谢秘书长 秘书长 对我们员工的理由 那么我也了解 就是我们林医院 一直以来 那么一直关心我们员工 我想这个应该也要感谢 尤其今天我们贵仔 也特别提到 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 益善的编列 不是说我们要怎么编列 我们就怎么编 我跟各位报告 当然你们的好意 我都了解了 为什么益善的编列 我所了解的 秘书长 都是要经过 别说这有的没的 没有啦 我不是说有的 整顶外交出就漏掉啦 不是 就说那 怎么可以回答 不可以回答 问题就是说 停下来啦 我现在是跟大家报告 你听我说了 给你说 因为这是要根据 我们行政院主席 根据什么 这行政院主席 那无尽你以前都为法为私呢 没有啦 我现在是这样给你报告 你如果听了 你如果说 哪有反对意见 不要打太极钱啦 我不是打太极钱 如果说今天真的可以宣列 这些经费 我们合了而不为 等等 如果说是专业 你看看我们邱主任 你来问一下 就是说 以这个编列 是按照行政院主席处 以这个编列的原则来编 如果说可以编 只要我们 那你们餐厂接待 外省市的协议会来这里参访 他们员工都一起来 您做如何解释 员工外省市来 我想这个参访只是以理相待 对 他们是怎么样可以参访 我问啊 我议会他选 我现在跟你说 应该台人有来 也许台南市 台南市那个议会议员 到我们这个地方 做国内精进考察 他们来的秘书座 专门委员 主任 把他对他们做回来 这是这样的性格 不是 是不是他们办的那个研工理由 我这第一点我这样给你报告 好吗 哦 没有啦 这就是说 是否可以编列 我想我们朝着这个方向 上会就跟他打一样 这会就说言议 现在不是说是 我们是一个 是一个依法行政 是一个快乐的天堂 我们是依法行政 所以哦 没有啦 你快点啦 我跟你说 哪个夹边哦 你哦 我不会缘你啦 没有啦 你站在这个位置 你不敢回答啦 哪夹边哦 政府会长的选举 我要亮票 可不可以 政府会长的选举办法 它是地制法 如果我有选啊 没有选就算了啦 有选我可不可以亮票 他是一个地方 前面署长回答 他是一个地方制度 可不可以 你回答这个啦 如果以现在的 这个地方制度法 是必须要踩 吴静明的投票 你们现在在台中宪议会 结议是吴静明吗 我不只要有静明 我还要亮票的 可不可以 以现在的规定好 是要吴静明的投票 谁说的 那自己说是 谁说的 台南市议会 你给他看 方方看 谁说一定要吴静明 七减法令 以现在的法令规定 必须要是吴静明的投票 那亮票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是 呃 立法院他们现在在修法 然后请面政部 在做各县市议会的调查 对 还没有立法以前 像目前如果在台中协会 明天要举行政务委长的改选 我可不可以亮票 我亮票也没有违法 我想这个是否可以不可以亮票 这个是牵涉到法律的一个问题 我想我个人 你没有亮票 把他损到你来 我没有这个困理 我不是叫你 要把他明确跟他说吗 以现在的 以现在的法的规定来讲的话 我们 你要算去我都要亮票 我先说 你以为你要亮票 因为你们没有答案 你要亮票是你的 对对对 我先讲清楚 你的自由 亮票的话以后不要抓 你以后 что 我是希望 你知道 以来 科一知的面 就跟妳说 那我们家在这里 很专门هم 当时的信 虚勿 我们 stunning 你的時間已經到了 好 謝謝 好 各位同仁 我們剛剛秘書長所及 你是做這個嗎 你的是這個嗎 下半年的議事日程嗎 各位剛剛那個下半年度的議事日程 大家還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 那我們先暫時 暫定就是下半年度的行程 又這樣安排 各位如果有要更改 請儘速跟我們說 好 那我們就先通過 出簽決定質詢順序 好 我們請林崇漢林議員發言 謝謝大家主席 那個我剛才其實本席也蠻支持副議長跟林議員講的 請秘書長朝這個方面 就是我們議會同仁能夠外考察的一個好機會 當然除了這個樣子之外 本席也要提出一個檢討的一個 有會晤檢討的那個 本席當然議員六年多 但是這個在17屆的時候 就常常有這個問題發生 我想要請秘書長特別關心這個事情 尤其是議員 因為本席知道所有議會的組織章程 都是為了議員服務而產生的 但是本席覺得有時候在行政作業上面的時候 有些當然所有的議會通常都很認真 但是有時候還是有鬆動的時候 尤其是本席在上次定期會的時候就有提過 在上一屆17屆的時候聽過 要務必要請總務處對議員的這個晚聯跟這個喜宴 能夠做喜帖 這個復文的部分 一定要做一個很審慎的 因為你們一個微小些微的忽視 造成我們議員很大很大的不方便 我講解一下 當然這個已經試過近圈了 我今天本席提出來也沒有任何要批評 議會同仁的意見 這是本席去年12月 四章的復文 但是沒有一張到本席的手上 到最後我來問的是本席來問議會 議會這邊總務的時候 他們說包也 我們晚年有送過去 但是我們這個復文忘記寄給你 我覺得這個不是你可以解釋的答案讓我能夠幸福 那將來以後只要你忘記寄過來 我馬上請總務主任跟所有的書法師 或者是做法師的員工一起陪本席去商家道歉 所以這個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這麼簡單 那去年 那本席也反正要給總務主任那時候 但是主任好像對本席也沒跟本席來回應啊 我有嚴重的反應這個事情 但是主任到後我跟主任來反應 可能是本席當時的口氣比較差 可是他只有請當事人跟本席說明 但是並沒有來跟本席 我們主任也沒有跟本席說 啊這是怎麼一回事 好就收法師 大概一月過後 大概也做了一些改變 那本席也看到了你們努力 那簡訊都會先發 發給這個議員 其實他是禮拜五收到了 可能禮拜六禮拜天的行程 會先通知簡訊 但是很奇怪啊 我以為大概從此以後都非常平順 三月份四維路一個喜宴 我們原住民部落的喜宴 我們的方議員 我們的林議員都收到 都收到了那個那個那個席檢錢 本席的這個中堂我送去 但是本席沒送到席檢 就很奇怪 同樣的再過了一個禮拜 沙蘇尔雅部東那邊 我特別來求這個事情 我們的都有收到席檢 方議員林議員跟我議員 我們通常都會在那個場合會共同出院 我就說方議員 你的中堂怎麼不見了 他說也不知道啊 中堂也沒有送啊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行政的效率 那我剛才也跟秘書講過 這個是很小的事情 很稀微的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洗姐跟護文沒有收到 我們會造成我們很大很大的困擾 我們要去跟商家 要跟這個喜宴的主家解釋 我們就很麻煩 我們請秘書長特別要注意我們總務處這邊 也請總務處多努力 這個其實我們不是要故意刁難 我們只是希望這個能夠 即使你沒有辦法準時送到他議員的手中 但是也需要用簡訊來通知我們 這個很小小的要求應該不會很過分啊 好不好 我們繼續檢討 這個我們徹底徹底改正 好 議長謝謝 請坐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我想有關於員工旅遊的事情 我還是必須要請會計主任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現在的錢是不能亂花的各位 蓋章的人到時候我們如果被進去喝咖啡 各位玩玩玩啦 大家出去玩玩回來了 那麼怎麼辦呢 所以請問一下吳議員跟張議員 是要針對員工旅遊這個事情要做說明嗎 還是我們稍後再請 好 那我們請吳議員發言 然後請張議員準備 謝謝議長 剛看到這一本新的台東議政這一本 那裡面剛看到那個黃瑞華 黃議員的名字打錯了 那黃議員他非常的客氣 他說這種事情不用提 但我覺得這事情非常的嚴重 你如果說是在質詢內容 有稍微一兩個措置 或許可以容忍 那這個大概一年發幾次 兩次吧 但是把議員的名字打錯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疏失 這個我們的同仁可能真的要檢討一下 在28頁 黃議員的名字打錯了 那另外議會好像有新進的主管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30位議員做個介紹 新進的主管不認識 好不好 謝謝 我們請張議員發言 但是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議會的立場 這個民主黨這邊 極力的來爭取 假如在法的立場 法的立場 如果他定的是不行 那我們用其他的方式 我想變者通 通則變 總是可以 那如果不行的話 那別的縣市為什麼可以到 對其他縣市裡面去 那為什麼人家可以我們都可以 我想這個問題裡面 你也會去研究看看 基本起手了解是應該OK的 看你方式很可以 這個民主黨 你多用美心 好不好 這是一個建議 謝謝 那第二點就是 我好像在議會速度的提出 難免 因為這個議會是新的 建築的規格也是應該算不錯 我們所投資下去的 所有的ECT所用的東西 應該也是不錯 可是我們發揮的經費 應該也不小 我在這裡就說 每次大會以前 民主委也好 請議會都操心 工作人員都操心 不要到醫師堂來的時候 這些電話不通 然後麥克風又不能用 像今天早上我來的時候 我打了三通電話 到對我對面的位置就不通 比如說我要打給1號 我的電話要打到2號 叫1號就來去 所以這個問題 說起來是小事情 對議會 大會期間開議的時候 這是一個大事情 問題是小事情 對大會是大事情 我想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議會在開大會有什麼事 都要暢通 你這個不暢通的話 不好 所以我希望你們說 平時大會開完議會 議會是怎樣的私募方式 大家很清楚 這段時間為什麼不去做全面的檢查一下 然後在這個時間內把它修好 因為之前我們也修過了 速度修過好幾次了 也修到最後還是不會是這樣 我想這一點是不是能夠加強一點 我們林峰林主任 會計師林主任退休 我們請邱錦棠 邱主任來擔任 謝謝 邱主任是從台東大學 會計師主任來議會 那原人士是陳坤池陳主任也退休 我們請林務局張文欣張主任來這裡服務 那林議員要再發言嗎 那我們是不是請邱主任 請林議員發言 感謝我們的主席 各位早安 我要跟議長報告 議會同仁本應該祥和 那我相信議長當了這個第二任 對議長的身份和地位 跟他的角色 主族親眾在台東引營 台東的一個未來是非常重要的 那議員啊 他所談論的 也是代表一個民意 我在這裡要請教我們的議長 為什麼一個林三天在說的 你就那麼急迫性 就毛躁的想要打斷他的話題 你的心態到底是什麼 我今天想了解議長的心態 如果方便的話你就直接回答 五分鐘那是你說的 五分鐘也是你規定的 我就是要遵守五分鐘的原則 還沒有講完 你用這種心態用這種口吻 你來坐在底下 我坐上去我跟你講這種話 看你的心態 你的感受會怎麼樣 這是我最尊重啦 議員在說的還沒說到而已 講完就沒有什麼 你來坐在裡面看看 你來坐底下一下拜託議長 換我坐上去 我們把剛才的對話 我們重複來對答 立場相換一下 不必要這樣子啦 你如果對我 問政的風格 你不喜歡 如果我有錯我可以檢討 難得一年才有兩次會議 在這裡本來就侃侃而談 就有關於聯政部 他調查的台東協議會 是否未來的政府議長選舉 其實他也只是做一個調查 不是我們議會自己可以做決定 那我們議會 我們就以後就採吳紀明 吼 無限擴拳 搞不清楚 有方才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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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我再次強調 希望議長有大智慧 所有的預算 只要不違法 我們都可以接受 如果說今天要用預算法 如果要用 台東的財政的困頓 台東縣議會議長輩的把握 有必要一天花了一百多萬嗎 兩選比較就好 法是一個規範 社會光感才是重要 那我生活會也要求台東縣議會 我們自己 除了要監督縣服 議會也要致力 我說了那麼久 我要求把我的帳目 把它公開對外界公開 也讓縣服公開 免得縣服 榮月祖環有我們縣服 縣議會也有小金庫 那請何以堪 意思是主任 來你請給我一下好不好 真不好意思 我頂會期有要求 我們相關 議會的議事規則 包括我們這個把握 的種種的支出 我在台北已經提出要求了 告如今 無法無由 無人要跟我們拆 你會看怎麼樣 議員可以調查嗎 可以了解嗎 不要說調查啦 說調查不好意思啦 可以了解嗎 這不是我 我那個 阿不送你 誰在業務 這個這個 來來業務的 陳辦議員請請 好不好 無人啦 你聽不懂 台東辦議員會在業務 沒有來頂啊 錯亂的年代啦 所以你請坐 他要37秒 我要講到0秒 我希望聽到這句 我們的議長甚至 可以依據議員的要求 把議長背後的把握 所有的支出 上完公開讓人家業人 表示我們在台東辦公室很清楚 所以我們照合同去政府去 幹部管制服 這是我的定義啦 員工理由 到底能不能成行 就在議長一年之間啊 謝謝 我們是不是請求主任 針對 呃 快進來就是員工有的事情 好不好 呃 在這裡要跟各位議員報告 我們 行政院這邊啊 在預算編列方面 文康活動會 我們的正式職員 既工工有駕駛啊 還有約聘務人員 每人每年啊 就是以兩千元 最高啊 不能夠超過 所以我們每人每年 就是兩千塊 在這邊做一個說明的報告 好 好 各位員同仁還有沒有針對會晤有沒有在做發言 各位員同仁 沒有 沒有那我們就盡情下一個一串 謝謝 抽籤決定質詢順序 謝謝 張主任議員您要發言嗎 我們請張議員發言 建議 不好意思 呃 在這裡啊 本市也提供給民主黨做參考 這個 議會啊 我最近有發現一個問題 是很好的現象 呃 我們除了簡訊之外 簡訊的東西 當然很方便啊 啊 但是啊 有時候是很年利方面 稍微補充 補強一下 所以你簡訊給我們 有時候我們舒適的話 有時候很多事情 有時候一忙 有時候沒有注意啊 那 呃 就像 好幾次有開會 議會要開什麼會的時候 我有幾個例子 像這樣的提醒 我們是 能夠來發言幫到 也要求同仁能夠做到這一點 這個都 底下都保持聯絡好聯繫 電話中聯繫一下 我有幾個例子 我們因為有幾個張元小組 或是有 議會裡面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像 這個 這個 溫 溫先生 小溫 他打電話給我們 剛好我們在某一個場合當中 是不便講電話的時候 也聽不清楚 我們跟他講說 你待會再打給我們 譬如說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以後 他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以後 就打電話給我們聯絡 告訴我們 難道我們就拜託他說 如果 會議前一天 再告訴我們一下 提醒一下 是不是可以 他說OK 開會前一天 就通知我們 我想 這樣的一個服務方式 是非常的好 我想說 我們議會同仁應該做到這一點 當然我講的就是說 除了大會 很忙 忙的還是在忙 不忙還是不忙 這個議會的結構 我曾經也講過 過去的議會17個人 17個員工 包括主任 包括主管局的 還是要搬一個議會那麼多 那個時候不像現在交通流壓那麼好 同事也每一個議員 不是每一個都有交車 那個時候都要去站 開完會還要送他回家 去餐廳還要接 餐廳結束還要接回來 那個時候的議會還是要應對 為什麼現在我們沒有辦法去做這些事情 這是我們要去檢討 我們要去檢討 我們現在已經共有七八十個 七八十個沒有辦法面對這個三十個議員 過去來講 議會最多是三十四個三十三個 那個時候又沒有車子 議會只有一部議長的車子 副議長的車子 其他車子沒有 我們還是要應對 那時候人員又少很多事情 那時候事情更多 農業社會的事情更多 每天就是跑政府機關聯絡事情 在那個時代的背景裡面 為什麼可以客戶 為什麼現在不信 這是我們議會本身 業務上要去檢討的問題 我想在過去有一段前段時間 呃 律師長你很清楚嗎 你在現實穩物嗎 議會的生態你應該很清楚 所以我在這邊提供一個意見 好 啊 給我們主辦這個業務單位的話 讓我做一個參考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開始 呃 那個抽籤 謝謝 好 請張正輝張議員發言 好 議長 各位同仁 雖然正輝晚到 但是 我們發現啊 雖然我們非常尊重各位前輩議員 但是我們議事的規則 大家好像我們的前輩都一直在違反 其實 記名無記名投票是法令規定 既然沒有更改 他就是無記名嘛 他來做問卷只是問我們 你們有沒有議員要更改 立法院還沒有通過的事物 怎麼會有人在那邊扯 說是議長決定要無記名 我覺得 大家先手堵一下好不好 這個 我是有責任告訴很多的議員同任 其實我們意思規則裡面都很清楚 即便你發言的時間 也都是大家同意過的 規定的 難道就一個人可以扯當很久嗎 不行 在美國的國會 你要農常發言是同黨團的同仁 不斷的接力 跟你一個人發言的幾分鐘是無關的 大家稍微思考一下 要讓議事規則 能夠確實遵行 我們的議事才會非常的順暢 才能夠讓每一個議員 針對議題 暢手一言 而不是無地放食嘛 我每次來開會 我都覺得很辛苦 出去外面又被點名 這個真是的 我只有來議會 我很辛苦啊 希望拜託同仁 將來針對議題 好好的討論 這樣才是對得起 用選票 要推舉我們來議事 論證的所有的鄉親 另外 其實要當議員也是我們自己主觀的議員 來開會是我們的責任 通知單都已經收到 電話也達到了 各位當然要來啊 南部長還要用八個大的 八人大發教去 抬大家來開會 我覺得這是不需要的 各位議事主的同仁 只要維護議事的應唱 這個順暢 對所有議事路的這個要求嚴謹 對所有事物能夠充滿的了解 協助議事 我覺得這個做好了 剩下是我們個人 我們要加油 好謝謝 秘書長剛剛可能沒有講清楚 是我們台東縣議員收到內政部的來函 希望各個議會針對政府議長選舉 做建議 內政部只是要問各議會的建議 如果我今天我一個人決定了 那當然就也可以 但是我為了尊重各位議員 所以就請各位議員 就針對這個意見 讓我們回覆給內政部 這也只是內政部的建議參考 所以跟剛剛有一位同仁所說 台東縣議會要決定 記名還是不記名 其實是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可能議員同仁 剛剛在議事場上比較激動 沒有聽清楚 在此說明 好謝謝 林參天您以為你還要針對這個再次發言嗎 如果您不發言我們就要抽籤了 好我們請林參天林議員發言 謝謝大會主席 主席 主席 你不要讓這個議員的觀念誤導 不是一個議長就可以決定 你剛才就說錯話了 這是一個明主時代 我們是人給你調查 請你不要再 我剛剛已經講了 請你不要再針對你自己的解釋 再發言 好嗎 怎麼解釋 這個本來就要解釋 怎麼不能解釋 這位年輕啊 這個關係都因為 議員他的心事風格啊 每一個議員他要表達的機會啊 他要怎麼樣 是個人的意願啊 就很多的議事 討論議事 很多的會晤報告 我不知道是要會晤到底要報告什麼 那我今天也趁這個有空檔的機會 要請教我們的議長 就有關台26縣 我們過去的彼南鄉長也是我們的董事 現在 這邊 這個議員 他也要求議長 就台26縣是不是議長帶我們 向屏東縣政府前往 來去那邊抗議 在議會講的好像 雞肉肉 這就是台黨的議會嘛 那麼實安的問題 在國內 引起這麼重大的高度的重視 議長也有責任 對於瘦肉菌的問題 也要表達你個人的抗 結果 前兩年我跟李正爺議員 到農委會去 為農民請命 就有關於瘦肉菌 來各托巴胺的含量的 一個存在台灣社會的一個死安問題 當時國內的崩潰 那大家不要忘了 今天瘦肉菌或是美牛 就有關於 國際經濟TPP 關太平洋的經濟TPP 台灣必須要面對到 這樣的經濟 的條件 那麼是不是 我也在大會 跟我們的同仁 有一致的看法 對於台東 跟養豬業者的生產履歷 趁這個時候 我們共同來把它維繫 把它建立起來 不管美牛或是美豬 萊克多巴胺的進入在國內的市場 只要我們有高度食安的管控 我們就可以贏得這個貿易的勝利 所以市場是開放的 本期以為這個是沒有辦法阻擋 只是在談判的過程 美牛美豬要教導國人是怎麼樣去食用 這個才是重要 那未來我們在大會裡面 我也拜託我們的姚藝長 我再次的恳求 就有幫你衛生局 在先導萊克多巴胺 對人體食用完之後的一個整個身體的變化 多多的先導 再來我們會要求 也拜託農業處 就整體的 細長的產銷 能夠在此時此刻 把它建立起一個優良品牌的身上 建立台東的食品的新形象 還有 我也要建議議長 在整體的食安環境裡面 花蓮縣長顧坤其 他去做一個過氧化青的柿子 花放給錢民 給他們的縣民 只要你在菜市場買了東西你回去煮 煮完之後 你就可以用過氧化青的柿子 自己在家裡做檢疫的測試 是不是有添加化學物 雖然我們的腳步慢了 但是我們可以向花蓮血洗 這沒什麼好拍攝 我們只要把整體的團體 生活團體過後 包括食安環境 觀光客進來 他在餐廳裡面 他隨時就可以拿個柿子 放下去 結果是安全 台東想叮噹 這個就是進步 我們在這裡沒有沒有必要去爭紛爭論 你邀議長 你做了那個大位 我還是依然稱呼你一聲議長 這是一個基本的禮貌 三天就有了 但是我不知道時風轉變 還是你最近的心情不好 議員在那裡 一個在那裡說 你在上面那麼大那麼小 這不應該啦 他上面就要拿火星列 啊 啊不用拍攝啦 你年齡也不要把火星列也剛好而已 啊大家看一看 你有什麼話你都可以講 沒有關係 這很開放的 不講話就是喝茶 我也來喝一個茶 好我們謝謝林參天議員 我們請張主任張議員發言 謝謝 林議員請坐下 時間到了請坐下 啊你要這樣 好那我們請張主任張議員發言 回答什麼 這個跟議題沒有關係啊 沒有關係 做最壞的示範是誰 各自大家心裡都有底 對所以請你不要再干擾 好我們請 請張主任張議員發言 林議員請 請 你的發言時間到請坐下 請坐下 要不然你跟張議員借時間好 我們沒有辦法 好啦你不要再為難了 好 不是我時間沒有問題 我是說你講這個問題不要再為難了 我會不會再為難了 你不要再為難了 你要這樣請你解釋好嗎 是 好啦你也就這樣了 知道最好的啦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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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就好了啦 好嗎 我們叫你解釋好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算了算了 不要再打互来 那个 大会主席谢谢 那个张正辉一颖让他讲说 我想请教一下 语言要用抬教的 这两个字用意在哪里 是不是可以请张正辉一颖来解释一下 因为他说公文有花文 然后当一颖是自己的职责 不应该抬教 应该要抬教 他说我听不懂 我听到无啥啥你知道吗 因为那么多一颖 我们没有那个意思要人家抬教 叫我们来开会 请问张一颖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我再来补充解释好不好 张一颖抱歉啊 我想这个事情是不是两位撕下来了 这个东西实在不适合在议事堂上两位 其实是这样 因为在议事堂上所发言的我们的请教应该是OK 张一颖我认为他也没有针对任何人 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用意 因为我刚刚有发言我很敏感 其实我没有讲说一颖要抬教来开会 其实一句话可以助理一句话可以伤人 个人的表现图书的话 必要群压所有的业 这是基本上的问题 这叫民主 我刚刚本期所提的就是说 议会的人数那么多以前是环境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可以做得到为什么现在不行 那至于我们还有空间 大家可以讨论 大家可以检讨业务 是这样而已 并没有说其他的意思 并没有要求议会抬教的教本来开会 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解读上 同人之间的发言 不需要同人来解读 同人如果来解读 应该理应大会合一致的 这个是有时候对同人是 好像不太礼貌也不好 我个人的一切是在这里 像刚刚我讲的 吴先生 我们私底下拜托他 他做到了 我们要表上他 他做到了 我们给他肯定 而并不是要求说 一言要来开会 他来抬教授 哪一个被抬过 没有 所以我们用词上要小心 这是我本期的建议 请洪中凯宏议员发言 谢谢大会主席 我想 以下要提的东西可能会让大家不太高兴 但是我想为了提升这个议事的效率 我这一阵子去看了其他这个县市的议会的一个线上的影片 好像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议程是决定要抽签决定 执行顺序 那除非有人提权疑问题 对不对 那议长才遵于他发言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 直接就来 来抽签了 那谁 谁有发言的顺序 我们依照议事规则来决定 议长就是这个工作 那至于说议员们发言的内容 这个议长也不宜就是去针对议员发言的内容 提出个人的意见 因为这个毕竟议长就是带我们议员来执行主席的这个权利 所以我想这个这样讲 可能议事还不高兴 我们议员通论们也不高兴 不过我觉得为了议事的一个效率 是不是这个会请麻烦我们议事组 在这个部分多提醒一下 因为我们也不是那么懂议事规则 这个议程到这里 是不是除非我提权 就像我现在发言 其实也不太适合 除非我提权益问题 那才可以进行发言 不过我现在所提的 应该也算是权益问题的内容 那我觉得这个会请 我们做一个比较清楚的示范跟点范 那或议事效率会更好 好谢谢 好我们请姜金社将员发言 各位台东县议会因为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 如果真的要照宏议员说 我们要严格执行的话 我们可能会先吵起来 所以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是 我也很希望能够是这样 现在是我们发言时间 对我想说你在接电话 接完了吗 好张先生 刚才我觉得周凯说的对 可是很遗憾 我当了29年半的名义代表 我发觉从上一届开始 我在议会好像感觉上是遭受到霸凌 议事规则好像连参考都不用参考 因为大家提议事规则 有人也是不把它当一回事 依然顾我 然后甚至指大会主席师操作 动不动就指控 我真的不晓得这样的会议 开下去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经常我们议会在开会的时候 有很多同仁都离开议事堂 到别的办公室去泡茶 或者到五五台去闲聊 为什么坐在里边好像被造作酷刑一样 很多意识应该都可以很顺畅的 可是却偏偏不按照议事规则 然后冗长 冗长重复不断的发言 又不针对着议事发言 然后又主张他的发言权 然后到最后 一样就让我审完 要帮我表决的时候 又指控 我真的不晓得这个议员 要怎么样当比较好 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 我当二十九年办议员 从来没有这样这么痛苦过 民意代表不是全部议员 世界的相名代表 现在第四任的议员 我真的没有想到当民意代表会这么痛苦 但是一般老百姓知道吗 而且在议事堂上我们讲话 要讲有建设性的话 没有建设性的话 讲了半天有个屁用嘛 是不是突然让人家笑话 所以我觉得我们议会应该要落实议事规则 甚至出了状况 理券不听就马上要成立纪律委员会 用纪律的方式来去处理 每个议员都一样 大家彼此相互尊重 不是说讲话大声就比较大了 不是讲话比较多就比较大了 讲话要讲针对问题 去提出论点嘛 老是在那边讲 把篮子打不着了 要到南宇去 直接到南宇嘛 干嘛要非到台北再转到南宇去呢 所以我是觉得说 确实我们议会真的要来整顿 这个议事的这个规则跟纪律 提出这样的建议谢谢 好谢谢 交接受讲演 我们接下来再请林三天林一言 谢谢大会主席 议会还有人会霸凌 我常常被霸凌 希望会长帮我主持公道 公用心都好 说成这样的建议事 是没什么想要拼大事而已 如果要爱大事我每条就拼给大家听 说得太早 就像春美兰这个事情 沐昕 不是有一言说要告我吗 结果呢 乖乖的把坑杀劳工的钱把突出来 这个叫转型正义 什么霸凌 议会有谁那么大胆 谁敢霸凌谁 议会通议是平等的 包括议长副议长 副议长你说对不对 没错 谢谢 他只是在主持代表一个议会者主持 那受我们的尊敬尊重 在任何的情谊 我们尊重大会 尊重所有的议演 这个呢跟霸凌有什么关系 要把真正开动的事情提出来 这个叫霸凌 消防起的三部迎梯车 全部坏掉了 这个叫做霸凌 这不说 说的天荒夜谈 说的好听 不必报宗啦 不必莫大腿啦 不必大人啦 现在是 讨论这一条 霸凌啊 这一条没霸凌啦 刚才有人说霸凌啊 一队一人来霸凌的来来来来 来电器 来风仲海议演 来电器 这才是瞎会务报告 和检讨这过来 这会抽签了 那不是 他就是偏离主题吧 霸凌也要霸到这样 好啦 我们其实议会都尊重 每一位议演的话 对吧 所以才会叫议会合一致嘛 是不是 大家 大家就心情放平衡一点 对 敬请呼一掌 好不好 把议演有被霸凌的 到你那边登记 我们把它颁奖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林三队林演 我们接下请 许进郎 许一演 我们请主席财政长 现在进行抽签决定 执行的讯息 谢谢 好 这是我想要讲的 谢谢习俊隆议演 好 我们现在准备 抽签决定执行的讯息 这些讯息 我们下定的一代讯息 我们下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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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代讯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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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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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四位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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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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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